而今次又介紹一款 SENTRY FastSafe SFW 電子系列 包括有兩款 一款叫 FSC 一款叫 GTC 分別在於一個有鎖匙 一個沒有鎖匙 今天介紹給大家的鎖匙 開了鑑盤後 鑑盤本身是沒有電筋的 而SENTRY的美國鑑盤 一定要用簡性電 而這款模特兒的電入 就是在這個位置 它有一個小扣 按一下 便會有一個電池 我們已經預先安裝了四顆 簡性不心電 安裝完電後 只要套進去 便會掉一聲 鑑盤本身來說 便會有三個指示燈 第一個指示燈 就叫做沒有電燈 No battery 不夠電的時候 它會亮到黃色的 中間的一個叫做Proceed燈 進行燈 當你按鈕 按鈕的時候 它會亮到綠燈 而另一個就是ERROR燈 假設我們現在不知密碼 亂按鈕 我們便會有聽到三聲的ERROR 三聲的紅燈斬完之後 即是說你的密碼錯 如果你連續輸入三次 燈都是出紅燈 不適合密碼的 它便會自動鎖住 半個小時 而這三十分鐘內 你按鈕 都會出紅燈 便沒有辦法 好了 我們進入電後 我們亦會有一本說明書 都是一樣 第一個是你的型號 第二個是你的機身編號 第三是鎖匙 因為這個是沒有鎖匙板 所以我們便沒有鎖匙號 第四是你的原廠號 這個原廠的密碼 就等於你們的後備鎖匙一樣 後備鎖匙便開 我們有後備密碼 萬一真的忘了密碼 用後備密碼 便一定可以開得到這個鎖匙號 除此在這裡找到機身編號之外 你亦都可以在鎖匙號的旁邊 有個白色的小貼紙 亦都會有你的資料 機身編號成 如果你們真的有不明白 或者有問題 可以透過這個機身編號 找回代理 亦都可以幫到你 好了 現在我們知道號碼是 我們按進去 只需要直接按 按錯了 不好意思 剛好你會聽到燈亮 聽到裡面啪一聲 你會有五秒時間 給你開 如果五秒鐘過了 現在燈亮 都關掉 那鎖匙號仍然是鎖匙號的 所以你會再按一次 聽到嗎 聽到嗎 C 就是取消 取消了就可以了 那就是不算的 而右邊那邊 亦都有一個叫P的按鈕 那P的按鈕 就是負責 讓你設定自己喜歡的用戶 因為每一個人 都可能有自己不同 可以喜歡的號碼 那這個鎖匙號 最多 可以設定 不是最多 是一定要五個號碼 第一次我現在要設定 首先按了P按鈕 它會斬綠燈 我輸入原廠輸的號碼 它啪啪兩聲之後 你會即時輸入自己喜歡的號碼 我可以選擇 2 3 4 5 啪啪兩聲之後 就會關燈 以後我就不需要 你的原廠文碼 做後備 我只需要按自己的號碼 它就會已經開到 多謝大家新來